说到NBA的选秀,大概很多人都会想到1996年黄金一代,确实1996届选秀大会出了很多的人才,爱福森,科比,那时,雷阿伦等人在历史舞台上都闪耀了多年。 而在1996年前后,NBA同样涌进了大量的人才,因为加内特、邓肯、麦迪、诺维斯基、卡特、皮尔茨等名人堂球星的存在,1995、1997和1998年选秀也是星光璀璨,然而,很少会有人去提到1999年选秀,这一届选秀并没有出现太过耀眼的球星。 但是仅论成财率,也许完全不输1996年黄金一代,1999年的状元属于埃尔顿布兰德,17年职业生涯,布兰德在1058场比赛里,场均拿下15.9分8.5篮板,1.7盖帽,他把自己的巅峰献给了洛杉矶快船,因此直到现在依然有人将他叫做船长布兰德。 说实话,布兰德的表现对于自己的状元身份只能算上合格,他漫长的生涯里一共只打了40场季后赛,两届全明星,最佳新秀,一次二阵,以及巅峰时常年20加10的数据也是布兰德仅有的荣誉了。 榜眼的身份属于姚明代前队友弗兰西斯,弗兰西斯在新秀赛季和布兰德共享了最佳新秀,并且很快达到了巅峰,最好的一年场均能够拿下21.6分7.0篮板6点4助攻,他也是那个时代最具天赋的空位之一。 可惜的是,弗兰西斯在转会多次之后就开始下滑,早期的火箭生涯他一共进过三次全明星,而且都是首发后卫,麦伦·戴维斯是那一年的炭花,新秀赛季的他, 他一直在夏洛特黄峰为大卫维斯力大替补,但是从第二年开始,拜伦·戴维斯就展现了自己的潜力,他在黄峰、勇士、快船时期都有过不俗的表现,入选过两届全明星和一次最佳阵容三阵,并且当选过两届想断王。 而要说印象最深刻的,大概就是2006-07赛季,大胡子·戴维斯带着金州匪帮,在首轮完成了对小牛的黑巴奇迹。 那一轮系列赛,戴维斯场均拿下25.0分6.2篮板5.7助攻,命中率高达54.0%,他对基里联科的格扣也是季后在历史上最经典的扣篮之一。 对了,基里联科也是那一届的新秀,还在第四胜位的球员我们绝对不会陌生。 拉玛尔·奥多姆,虽然职业生涯并没有太过高光的表演,但是奥多姆在胡人时期被无数球迷所熟知。 三井总决赛,两夺总冠军,奥多姆是那支冠军,胡人队的最佳第六人。 可惜的是,夺冠之后的奥多姆也是胡人队中下滑最严重的。 2010-11赛季的他还能拿出14.4分8.7篮板3.0助攻,命中达到53%,但是紧接着的2011-12赛季,小牛时期的他只有6.6分。 最终在2012-13赛季他回到了生涯开始的快船,此后剩下的,就是不那么好听的花边新闻了。 2004年冠军活塞中韦·汉密尔顿也是1999年的乐透秀,他也是那一年活塞队的队内得分王。 巅峰时期的他曾经连续三年进入全明星,舞球跑动和街球极天投篮,是汉密尔顿最重要的进攻武器。 不过和这个时代不同,汉密尔顿的三分能力并不算出色,大概。